有这样一段经历 每次我爸杨枣讲起 都是要流泪的 我爸1945年夏天卖掉他在美国的所有的牛 第二年春天来到中国 秋天到达延安 在这里他赶上了一场大撤离 但是正是这个经历让他决定留在中国 他不止一次地写信给我妈 说你什么时候学物理都可以 但是现在你不来 你会错过木班车的 而我妈韩春在美国从事着最尖端的核物理研究 可最终他放弃自己所热爱的专业 来到中国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 我父母不可能在一起 这是我爸妈的一段故事 是他们在芳华年代 对于爱情与真理的追寻 1947年3月 山北高原 草木消暑 延安城内空无一物 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 脸色越发难看 他是个爱琢磨的人 延安为什么被共产党赤话得如此之深 他觉得已经琢磨得很明白 共党之厉害 共军之批民 原因无他 该因其为人民服务颇具煽动而已 于是乎 近战延安没两天 他就在此 大张旗鼓地打出了 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招牌 国军为人民服务处挂牌当天 很是热闹 因为当时的告示上写得很明白 延安城内不论男女老幼 只要来 就发给救济金法币两万元 或者补良尺 或者迷两生 但很快 他就发现 钱是流水一样的花出去了 可老百姓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 国军为人民服务处 不得不关门大吉 空留一个传世的笑柄 对于这场历史闹剧 我爸杨早是不知道的 1946年3月 我爸卖掉他在美国的所有财产 来到中国 同年10月到达延安 他想亲眼看一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片红色土地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在胡宗南上演这场历史闹剧的时候 我爸正和延安人民一起 走在撤离延安的路上 体会着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1946年6月26日 蒋介石公然私会停战协定 大局派兵进攻解放区 解放战争就此打响 1947年2月下旬 蒋介石飞抵西安 部署进攻延安 决定由西安随进公署主任 胡宗南率两个兵团 进攻延安 总兵力达25万人 而在这个地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野战兵团 连同所有地方民兵武装 不过4万余人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 和有利地形 与敌人周旋 寻击兼敌 3月18日 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 3月19日 西北战军主力撤离延安 为了保卫延安 保卫党中央 延安相关机构 学校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纷纷撤离 撤离队伍 浩浩荡荡荡 史无前例 延安居民的这种革命面貌 震惊了我爸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 是什么让这里的居民 如此团结一心 共同抗敌 这些疑问 连同在延安看到的一切 被我爸写进信里 寄给他远在美国的爱人 我的妈妈 韩春 他不断催促我妈 尽快来中国看看这场革命 在信中 他讲到 你什么时候学核物理都可以 但是你现在不来 你就会错过末班车的 说起我爸爸妈妈的爱情 其实蛮有意思的 可以说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话 我父母不会在一起的 韩春 原名 Jan Hinton 1921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母亲卡梅丽塔 是位优秀的教育家 创立全美最早的 寄俗制男女混合学校之一 而在童年时代 陪伴韩春成长的姑奶奶 正是小说牛蒙的作者 艾吉尔 利莲 弗尼切 与韩春截然不同的是 杨枣 本名Aaron Ingst 1918年出生于 纽约郊区 一个农场租户家庭 从小到大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挤牛奶中度过的 他喜欢双脚踩在 农场土地的感觉 上大学时 只要有了闲钱 杨枣就会用来买奶牛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拥有一处 属于自己的农场 而不再是一个 普通的奶农 我妈妈曾经说过 我不嫌弃农业 但是我绝不会 做一个农场主的妻子 一个物理学家 和一个农场主 两个人 要没有什么 特殊的情况的话 两个人不会是在一起的 那么促使他们 走到一起的 那个特殊情况 会是什么样的开始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 那个时代 1939年 杨枣来到康奈尔大学 学习畜牧养殖 与韩春的哥哥韩丁 成为大学室友 韩丁 原名威廉辛顿 美国共产党员 1948年 他以美国观察员身份 参与山西张庄图改 随后创作出著名的 长篇纪实文学 翻身 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 1971年 他因周恩来之邀 重返中国 在后来的30年中 他始终奔波在中国乡村 为中国的农业 做出卓越贡献 1940年 还在读高中的 小调皮姑娘韩春 利用寒假时间 也申请来到康奈尔大学 学习研究高能物理 周末 我舅舅经常 到我父亲农场串门 休闲的时候 我妈妈也多次 带着同学到农场实习 我妈妈兄妹三个人 从小就有干活的习惯 对于韩宁的这个小妹妹 我爸很快就注意到了 她的不凡 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总是笑容满面 她能骑马 能滑雪 能把男孩子摔倒在地上 还能堆干草 从那时起 我爸就看上了我妈 不过 我妈可没动心 虽然她也觉得 眼前这个幽默的 大个子男孩 很不错 可她满脑子想的 都是物理学知识 根本就没有想过 谈恋爱这回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 我妈说到 我爸这样一封买信 在新的结尾 我爸表示要来看望我妈 自打一九四四年二月 我妈在威斯康森大学物理系 匆忙地获得文凭后 她就仿佛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 直到日本广岛和长崎两枚原子弹爆炸 她才露出形状 出现在新墨西哥州 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 原来这一年多以来 我妈就在这里 参与了一个秘密研究计划 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1941年12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德 日 义 法西斯宣战 此前 纳粹德国已经开始执行游计划 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美国科学家 提议 要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 1942年6月 美国陆军部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下 正式制定曼哈顿计划 该计划集中了当时除纳粹德国外 西方国家最优秀的科学家 共10万人 总负责人为物理学家 奥本海默 我一到那知道 马上就知道 可是不知道能不能走一个核武器 那时候都认为德国也是高一个 我们这个德国要成功的都了不到 所以我们积极地干 1945年7月16日 美国研制成功人类第一颗原子弹 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当量 并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哥多沙漠区 进行核爆炸实验 此时 法西斯州新国 意大利 德国 已相继投降 欧洲战场结束 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 仍富于顽抗 1945年8月 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和长崎 投下代号为 小男孩和胖子原子弹 就在美国向日本长崎 投放胖子这一天 我爸写来了这封信 三年多来 两个人没有联系 我爸无时无刻 不惦记着这个小跳皮姑娘 重新相遇的两个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一起爬山 一起去Colorado大峡谷输营 直到这时候 我妈对我爸 才有了更深的了解 可以说 我妈被我爸吸引了 在这次相见中 韩春发现 杨枣这个大男孩 和他周围那些 只埋头于物理研究的男生 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虽然双脚深深扎根于 农场的土地上 但脑子里想的却是 哲学和政治 他对人的平等 与终极幸福的追求 更为关注 杨枣告诉韩春 他要参军去中国 去看一看 红星照耀中国艺术中 所描述的 那个新世界 而那个新的世界 也正是韩春 一直向往的 此时 韩春的哥哥韩丁 已经参了军 作为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 奔赴中国 并有幸进入到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解放区中 他对解放区的描述 又让杨枣和韩春 有了更多的谈资 沉浸在 对大洋彼岸 那个中国的 好奇和憧憬中 两颗年轻的心 在靠近 这本书 就是对我爸 产生极大影响的 红星照耀中国 在卡尔尔大学读书时 我姨妈晋 常常来到学校 给我爸 和我舅舅韩丁 带来一些进步书刊 其中就有这本书 而这本书 也是我妈的必读书 红星照耀中国 是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 经过实地调查采访 写旧的长篇报道 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 成长历程 特别是 举世无双的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 进行了客观详尽的描述 从而使外界 清楚地了解到 中国共产党 及其所领导的 工农红军 是一支有主义 有信仰的革命武装 他们的根本宗旨 是为广大劳苦 大众谋幸福 红星照耀中国 英龙版 一经面世 引起极大轰动 许多美国进步人士 掀起声援抗战 接近中国共产党人的 新高潮 并引发 红取热 史摩特莱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贝尔登等 一大批美国记者 纷纷奔赴延安 以及华北 华中等抗日根据地 进行采访报道 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 白秋恩 在讲到自己 为什么下决心 前来中国时 曾动情地说 请阅读 爱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 和史摩特莱的 中国红军 再前进吧 你将会与我同感 我爸就是这样 被红星照耀中国 所深深吸引的 出身于普通 务农家庭 我爸从小看到 太多美国老百姓的 境遇 1929年 杨造11岁 正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 农业首当其冲 受到冲击 许多农民纷纷破产 流离失所 大量牛奶 因为卖不掉 被倒入河里 奶牛被屠杀 而成千上万的穷人 却因为没钱买到食物 而忍机挨饿 在游历美国南部腹地时 杨造看到种族隔离 依旧充斥南方各州 黑人所受到的歧视 和他们的窘困生活 都是他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 而通过红星照中国这类书 迷茫中的他 似乎找到了出路 在遥远的中国 有这样一个政党 正在带领最广大的贫苦百姓 为开创一个自由平等 没有人剥削人的全新世界 而不懈的奋斗者 他要去那里看一看 就在我爸爸准备效仿 我舅舅韩丁参进去中国的时候 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御人通过广播 发表中战诏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 日本政府代表 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甲板上 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美国 苏联 英国 中国等 反法西斯国家 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 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战争结束了 那么还怎么去中国呢 我爸到华盛顿 找我姨妈韩金 他说你来得正好 联合国救济中署 正在招募奶牛专家 前往中国进行援助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于1943年发起动议 由48个国家构建的协作组织 这个名称中的联合国 并不是后来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组织 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同盟国参战国家 其任务是负责处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受害者的善后救济工作 其中中国称为最主要的被帮助国家 而施予帮助者则主要是 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 对我爸来说 这个工作简直太理想了 既可以发挥他的专长 又可以满足他去中国的愿望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申请书 还附上所有他所认识的美国大农场主的推荐信 这张照片就是46年3月 我爸爸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同事们 在一起照的 他们称作的就是这个美国军用飞机飞往中国的 出发前 我爸向我妈提议 两人一起去中国 尽管我妈也很想看看 《红星照耀中国》所描述的那个世界 但此时 美国芝杰哥大学最顶级的核物理研究所 在向他招手 几经权衡之后 我妈还是决定先完成博士学位 然后再去中国也不迟 此时 两人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 杨早28岁 韩春26岁 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有人建议他们先结婚 然后再奔向各自的地方 但私下里 他们两人还是决定等三年 对于这个等三年 我爸爸的理解是 过了三年咱们结婚 而我妈的理解是 过了三年以后咱们再说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 并且有幸与费米这类顶级专家 一起研究最尖端的物理知识 我母亲根本就顾不上考虑结婚的事情 在她的生命中 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待着她去做 1946年10月 我爸几经周转 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这片热土 延安 这时 距他到达中国 已经过去七个月 出道延安 我爸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我妈 描述这里看到的一切 他确信 如果我妈来 也会和她一样的激动 兴奋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的 关于我爸爸出道延安市的一封信 1946年10月 写给我奶奶的 《亲爱的母亲》 我刚才不知道 我怎么开始 告诉你 关于阳安 它是非常不同 从中国的地方 我已经看到 它似乎像另一个国家 我知道 在这个地方 中国 大多数人住在浴室 但我希望 能够找到 这些地方 在这里 当船车转 前到达 我爸发现 这里虽然穷 但人们却很有志气 人们都很销售 但他们有饭不吃 衣服虽然露着线头 打着补丁 旧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但却很整洁 这里没有沿街乞讨的流浪儿 也没有躺在街头的尸体 这里无论男女老少 每个人都能得到 应有的尊重和礼遇 我爸惊叹地 看着这里的一切 不禁想起 他出道中国诗的 另一个世界 1946年3月 我爸带着一个行李箱 和一张专家证 来到中国 现在这个行李箱 存在内蒙古 承川的陈列石里 这个行李上 清晰地写着 我爸的英文名字 联合国救济总署缩写 以及目的地 中国上海 而我手里的这张专家证 就是联合国救济总署 发给他的 在植物一栏着 写着 Dairy Specialist 奶牛专家 我爸作为联合国救济总署 饥饿调查团成员 当他来到长沙 难民救济营的时候 看到了悲惨的景象 白色的帐篷里 躺着大量吹死的人们 绝望至极的湿地农民 拖着半死的身子 蹒跚地走入营地 伸出他们骨瘦如柴的双手 营地的工作人员 发给求助者 每人一小半碗面粉 可那些难民 根本就没有办法 烹饪这些面粉 当他们在成群的苍蝇当中 在令人窒息的 酷暑中死去的时候 他们的手里 还徒劳地抓着 那半碗面粉 这样的一幕 几乎天天发生在 国统区的各个角落 长沙饥荒很严重 政府官员极度腐败 而救济营里的管理者 熟视无睹 非常无能 人们在卡车边死去 不是因为没有救济的食物 而是因为攻击的食物 被腐败的官员偷运 并囤积起来 以火拒暴力 在杨枣和其他 每一位调查团成员 提交的报告里 几乎都说了同样的事情 城乡城乡的国际援助物资 被运进中国 却又被各路国民党官员 一车一车 明目张胆地 运进的黑市 高价售卖 因日本侵略 而受到重创的中国 本应重点恢复和发展经济 但国民党政府 却为接下来的战争 搜刮者明知 这就是国统区的状况 当欧巴从国统区 来到解放区 他发现同是一个中国 却如同两个相隔的世界 差异如此之大 刚到延安不久 毛主席就接见了我父亲和其他几位外国人 就这一幕杨早曾说过 在美国 很多当官的接见群众时 他们和你握着手 眼睛 却看着你身后的人 希望这握手尽快结束 当毛主席接见我们时 情形就大不同 他和我握手时 看着我 还问我从哪里来 高高的个子 说话洪亮 目光中透着自信 这是我爸爸 对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 最初的印象 在随后的大撤离中 我爸对毛主席 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种敬佩 跟随了他的后半生 对周德总司令 在我爸写给我奶奶的新件中 是这样说的 他是个大个子 一张大圆脸 上面总挂着笑容 交谈中 我爸爸得知 这位总司令 曾走上景岗山 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 经历无数生死绝别的 战斗 用我爸的话来说 他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因为我爸最擅长的是 虚目养殖 几天以后 他便被分配到 延安郊区的光华农场工作 这是一个崭新的 充满活力的天地 在这里 无论是领导者 还是普通职工 大家都以同志相称 以及有着共同志向的人 这里 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 为人类的和平解放而奋斗 为开创自由 平等 人民当家做主的世界而奋斗 28岁的杨枣 被这种全新的生活 深深吸引 他想融入其中 虽然他不识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 但想真正了解 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 还是需要从语言开始学起 中国语言完全不同 我学了 我喜欢中国语言 但他们不是很好的语言 如果能不能理解 一句话 他们一直叫它声音 然后叫它三个不同的 这个时候 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刊登了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 左翼作家杨枣牺牲的消息 为了纪念这位新闻句子 同志们就把他的名字给了我爸 从此以后 这个名字伴随我爸一生 只要一有空闲 我爸便写信给我妈 向他详细地叙述着这里的一切 我爸很确信 他的小调皮姑娘 一定会爱上这片激情四射的热处 杨枣一封又一封的来信 讲述了延安的故事 更加印证了姐姐珍和哥哥韩丁给韩春 讲的一切 只是他想要亲眼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的愿望 更加强烈 韩春所在的核物理研究所来了一位中国学生 他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 学习之余 韩春经常向杨振宁打听有关中国的情况 并向他请教说中文 杨振宁教会他说的第一句中文是 这是一支钢饼 在研究所里 韩春甘之如一地学习着尖端的物理知识 他希望尽快完成学业 去那个虽然清贫 但充满着美好的革命之地 在给我爸的微信中 我妈也会讲到自己的兴趣点 比如黑洞等现代科学的奇迹 每次收到我妈的回信 我爸都会很高兴 毕竟这样一封 好几页纸的信件 从美国到国统区 再到解放区 总是令人喜出望外 不过后来我妈才得知 她认真写下的那些回信 我爸没有保存 我写的那些信 她拿着去擦屁股了 在很多年后 我妈依然会抱怨 在陕北最艰苦的时期 我爸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适应用土块擦屁股 而这些理论性很强的信质 在当时有很实际的用处 比起陕北农民 我爸个子高 力气大 也会干农活 大家都很喜欢他 于是便把农场里的一头公民 也命名为杨枣 农场有三十来头牛 每天都产奶 自从在美国卖掉所有的奶牛后 如今在向往中的革命圣地 双脚又重新铲在牛粪里 我爸感觉到格外的爽 但是这种福气 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如节目开场所提到的 国民党大举进攻延安 中共中央与延安居民撤离延安 撤离 但绝不是不战而撤 怎么战 兼闭轻眼 当地的很多乡亲像搬家一样 帮助和他们朝夕相处了 十几年的子弟兵 让他们带走了 几乎所有可吃可用的东西 从1947年的3月 一直到1948年的4月 我爸妈两个分别与大洋两岸的恋人 再次失去了联系 撤离路上 我爸他们走过的每一个村庄 都在共产党领导下 按照耕者有七田的原则 进行了土地改革 长期以来 神兽地主剥削 为支付高额地族 而勉强维持生存的农民 通过土改 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 彻底摆脱了封建剥削 他们真心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东西 共产党在为他们 这些最贫穷 和最受压迫的人的利益而斗争 他们尽其所能 提供一切物资 来支持这个政党 走在撤离的队伍中 大家的心情沉重而复杂 延安他们多年守护的家 如今要由自己亲手拆毁放弃 这是他们万般不愿意的 可他们很明白 他们的房子土地 他们的家 是共产党来了才有的 只要共产党和他的军队还在 他们就还会有一切 这六个月 我经历了比之前二十多年 生命中更多的事情 我爸在回忆起这段撤离时 曾这样说 当时他没有想到 这一走就是六个月 虽然他们是赶着奶牛 躲敌人 而不是作战 但是为了防止 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 他们白天躲在窑洞里 晚上赶路 在整整六个月中 我爸记得 只有两次 他们在同一个地方 背过两个晚上 在这次艰苦卓绝的大车退中 杨枣和他的伙伴们 虽然失去了三头牛和一头驴 但他们还是成功的 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奶牛 保护了下来 为此 杨枣还被解放区人民誉为 经受了革命考验的人 从1947年3月撤离岩 到48年4月 国民党整编第17师撤出岩 整整一年一月零一周 我爸亲眼看到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以小米加步枪 宁是打败了美式装备的 国民党集结化部队 巨大的反差不可思议的事实 让他开始思考 为什么共产党在人民群农宫 获得压倒性的支持 甚至背负的国民党士兵 也选择加入人民军队 为什么不认识字的农民 青年知识分子 中老年干部 都那么坚定信心 但在这种程度中的经历 看到这些人 没有什么 但军事和军事 能够成功 让我更愿意 and I realized that it wasn't just a question of respecting these people but really really learning from them the reason that Marxists, true Marxists are invulnerable when they have correct leadership is precisely that as I say, that was a terrific lesson 每次他讲到这段历史都是要流泪的 以前他只要想来看一看中国的革命 但有了这段经历 他决定留下来 从1947年他到延安以后 就不断地写信给我妈 鼓励他尽快离开核武力研究 来中国看看这场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而此时 我妈也越发觉得 自己已经无法坐在实验室里 单纯地思考抽象的物理理论了 二战之后 冷战铁幕落下 美国政府一直在研发制造更多的核武器 以希望达到称霸世界的野心 而这与韩春最早投入核武力研究的初衷 南原北辙 1948年3月 我妈决定来中国 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同学杨振宁 说完之后 她难过地哭了好一会儿 辛辛苦苦为之奋斗的核武力研究 就这样不得不放弃 心疼不割 哪怕再心疼不舍 对于韩春来说 既然决定了 就要去做 在她哥哥韩丁的协助下 由宋庆龄创建 以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宗旨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 向韩春发去了陆用函 1948年 韩春独自一人乘坐 戈登将军号客船 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历经十八天 韩春来到了上海 此时 这座被称为东亚时尚之都的地方 还没有解放 实力洋场 依旧纸醉金迷 浓妆淹没 盛装出行的贵妇小姐 穿行在沿街乞讨的儿童之中 当时我妈的医者简单 不像个贵妇人 这与其他在上海的外国人相比 显得格外不入 宋庆龄建议我妈穿裙子 抹口红 以免引起过多的注意 我妈同意了穿裙子 还把头发烫成了 当时上海比较流行的卷发 可涂口红 她却无法做到 27岁的韩春 散发着优雅自信的知识女性气质 她的美是天然的 骨子里的倔强和豪放 让韩春蔑视女性的过度打扮和搅如造作 战局日趋紧张 要想让一个高鼻梁 蓝眼睛的美国人 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 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 难度之大犹如登天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安排下 韩春在基金会成立的 育才学校教外语 等待着去解放区的机会 她特别吃惊 就是那个通过膨胀特别严重 就是早上和晚上都有差别 她呢 有一次想买一个小 那个瑞士的行军刀 然后她拿着美元到银行换 换成当地的货币 当地的货币呢 人都不熟 是拿金腰的 然后呢就是 一大落一大落一撑 然后呢就给她 她推着小推车 到那个铺子里边 人家收钱 也是一腰 大概查就行了 那个钱根本不值钱 哎呀就是特别恐惧 从1948年3月 一直等到1949年初 韩春都没能进入解放区 而从1948年9月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短短四个月间 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 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 中共中央在西白坡描绘出新中国蓝图 1949年元旦 蒋介石发表新年献词 新年文告 假意求和 而也正是在同一天 毛泽东也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了新年献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新民族主义革命 迎来了胜利曙光 而也正是这一时期 韩春从上海辗转来到了北平 他到了北京 那时候叫北平 那么就等着等着 地下打要带他出去 一直没有成功 后来突然说 这个燕京大学学生呢 被围在城里边的 允许回学校去 跟着这个 假装自己是这个燕京大学的老师 跟着学生们就走出城门 到了这个城外的燕京大学 远在城外的燕京大学 此时已经解放 校园里安排了各种活动 有关于服务人民的短剧 还有关于土改的宣传 大家活力自赦 笑语欢声 这让韩春感到异常兴奋 他决定留下来 好好享受这种解放的快乐 等到1949年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 韩春把他的家当 绑在自行车上 跟随着解放军 一起返回了北京城 这是我妈拍的 1949年燕京大学学生 欢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景 从这张照片中 我们不难看出 他们的激动之情 随着北平的解放 我妈前往延安 去和新上人相会的日子 也终于来临了 此时杨枣正和光华农场的同事们 正在瓦窑埔的铁器加工厂 热火朝天的大干着 解放后的陕北 历经战事摧残 百费殆尽 就连当地农民最基本的锅盆 都嫉妒缺乏 杨枣和同事们在工厂 加班加点 利用一切可用的废铁 加工生产这些 急缺的生活用品 改善当地极为简陋的 生产农具 1949年春天的一天 我妈终于接到了 可以去延安的通知 她兴奋地在床上翻了个跟头 跨越太平洋的追寻 核至八千里的艰辛 我妈终于见到了宝塔山 见到了梦中的 书中的 心中的 还有那更重要的 我爸爸给她讲了好几年的 神话般的延安 踏上这片红色土地 令我妈惊讶的是 虽然这座城市 因为战火四处残墙断壁 但人们却团结一致 意气分发 自信乐观 他们是要成建 一个崭新的社会 一个全新的中国 延安给韩春的印象太深刻了 他在回忆中写道 每个人都在为共同的目的而工作 我融入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事业之中 作为全世界普通大众的一员 我想回到了家 那是一种享受 十分神奇 我自言自语暗道 老天 这就对了 得知我妈已经到了延安 我爸兴高采烈地 从网绕部的铁厂赶回延安 一别三年 当他们看到又熟悉 又有点陌生的面孔 不禁地愣了一下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情人相遇 按照西方的习俗 他们一定会拥抱亲吻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 我妈走到我爸面前 照着他的肩膀 就是一记重拳 而我爸也不失落 回击了一拳 然后两人相视一笑 这就是他们表达 爱意和思念之情的方式 杨枣和韩春的相聚 犹如两条不同的小溪 流进延安 最终会合 对于两人 边区政府寄予了厚望 期待着这里进步的 要求革命的杨青年 能够在延安 缔结百年之好 如果说到达延安前 韩春还没有 与杨枣结婚的打算 但到了这里 他看到经过战争洗礼后的杨枣 早已蜕变成一个决心 为人类的和平发展 而奋斗一生的革命战士 韩春从青木变成了杨木 他愿意与这样的人 共度一生 就是在这股窑洞里 我爸妈举行了婚礼 延安很多单位 纷纷送来祝福景旗 万里良园 圣地花竹 是来自于农业厅 对于我父母的祝福 还有来自延安大学的 延安刮花农场的 以及延安各个企业 和政府机构的 后来这些景气都被我父母 全部专给了延安博物馆 正如陕甘宁边区政府的 祝福信所写到的 正当全世界人民 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仅仅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新逢你们俩 在中国人民革命的 圣地延安结婚 我们相信你们俩 今后在争取世界和平 与人民民主的斗争中 会发挥更多更大的力量 在延安这片红色大地上 我爸不再是美国那个 每天挤牛奶的农夫 我妈也不再是 核物理学家 他们生活在农场 工作在农场 他们就是延安 普通农民中的一分子 用自己所知道的 所有农牧业知识 为一个全新的中国 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芳华 我叫杨和平 这个中文名字 据我母亲说 是宋庆龄给我取的 我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虽然在大家眼里 我是个外国人 但我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外国人 我这个外国人的一家 怎么来到中国呢 小时候 我的父母也讲过 那是四十年代末 他们受中国革命的吸引而来到中国 可中国革命胜利后 他们又为什么选择留在中国 他们将后半生所有的心意 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图的又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妨透过这些发黄的老照片 可如山的笔迹 走进他们的世界 去寻找答案 1953年7月 美国一份名叫真相的杂志 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为 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 文章披露 在1948年 一位曾参与美国最早原子弹研究计划的 女核物理专家 Jan Hinton 突然失踪 而或在中国出现 文章作者怀疑 Jan Hinton 打着与未婚夫 Evan Ingsten 来结婚的名义 来到中国后 向中国透露美国原子弹秘密 并很有可能协助中国 发展原子弹计划 这篇文章读起来 更像是一部惊心动魄的间谍小说 他把Jan Hinton追随未婚夫 来到中国这件事 描绘成一个充满谜团的案件 在文字旁边 甚至还配置漫画 漫画里的Jan Hinton 穿着精致的风衣 手拿密码本 一副职业女间谍的形象 这篇文章提到的主角 就名字 以及另一个人 Evan Ingsten 就是我妈和我爸 我妈中文名字叫韩春 我爸叫杨早 多年后 我父母看着文章中 充满想象的荒唐描述 他们不禁笑出了眼泪 1948年3月 韩春 再也无法忍受自己所热爱的物理研究 成为美国军方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具 依然退出当时美国最顶尖的核物理研究所 此时 比韩春早两年来到中国的杨早 正在革命圣地延安 与当地的军民一起 经历着一场战略性大转移 杨早也到中国去了 我哥哥也到中国去了 我也看了斯诺的那些书 这个心情满机 就想为什么这个小梅叫布场 他的那个力量比那个原子弹还大 我非常想去看 就这样确定就来到中国 几经辗转 当韩春踏上延安这片红色土地 已经是1949年初 最后他们在延安结了婚 安了家 后来还生了娃 一直到生命的逝去 都没有离开中国 经常有人问他们 为什么留在中国 在这里做什么呢 说实话 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一看竟然会是一辈子 这片土地 有人觉得是饱经苦难 一穷二白的 但在他们看来 这里却有不一样的魅力 让他们舍不得离开 1949年4月2日 我父母在延安边区政府的主持下 举行了婚礼 几天之后 我妈就来到我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 瓦瑶补农居厂 从延安到瓦瑶补 一路上 他看到这里的人 因地之谊 在黄土坡上挖出一个个小窑洞 作为住所 虽然简陋 但是冬暖夏凉 他觉得这正是陕北人民 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当时有一位给他带路的人 亲切实在 本来我妈以为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可到了厂里才知道 他竟然是厂长 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普通的个体 没有人搞特殊化 这让我妈感到很惊讶 战后的延安 物质极度匮乏 所有生产和生活用品 都得自己亲手去做 就连最基本的钉子 都要靠自己做 在农具厂 我妈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制作煤炭装卸车 从美国原子弹实验室 走出来的科学家 要化建为离 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 转行 制造农机机 对我妈来说 挑战还是蛮大的 你看这个 现在是 延安图书馆 延大图书馆 延大 延大 这个很有名 我没有做过 我没有做过 我以前没有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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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理解 我认为这种形状的形状是 这种形状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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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它来回到它,它不刺的形状 它是非常... 它是非常... 它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不是很简单的 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种形状的形状 我可以做它 我还得做一个风势 那风势我... 那我实际上都忘了 那风大有一个炸 我没有把一个炸搞 所以我们安了这个风势 在山边木前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栽的里头 那风也是很暖 来了那个三月份 来了一个大风 好让它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就爆炸了 这是我的... 偷一个... 偷一个教训 和韩春一样 畜牧养殖专业出身的杨枣 在农具厂 也担负着农具制造的任务 在一系列的设计创造中 也受到不少的挑战 得到不小的教训 他做了那个四个轮大群 四个轮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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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是不错 只是老百姓 那有一个地方开销 最后他们把它切了两个 做了两个两个轮 大群 那又赔了很多角色 那里当然是... 很实在 实在就是... 那最常有好准的 都安排了 生产上的困难 还只是一方面 更大的挑战 则在于适应陕北的生活 这些是他们 在美国的生活中 难以想象的 有一天 我妈突然感觉到 脖子后边好像有个东西 她伸手抓出来一看 是个肚子骨骨的 黑棕色的小玩意儿 有人告诉她 那是狮子 并惊奇地访问道 难道你没有见过狮子 当大家知道 我妈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的小东西 便纷纷热心地向我妈展示 如何用指甲掐死她 后来我妈发现 原来找狮子 是一个绝妙的小兽 能听到咔嚓的一声 看到一点血迹印出来 有消灭一个 是一个的快感 和狮子睡一个被窝 对于已经在延安生活 将近两年的我爸来说 早已习以为常 最让他难以习惯的 就是喝开水 在中国 为了能够很好控制疾病 和寄生虫的传播 大家都喝开水 但对于杨枣这个习惯 喝纯粹冰水的美国人来说 要调整过来 还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每当在路上 碰到清凉的泉水 他一定要喝个够 直到强迫自己离开 离开时 还要灌上一壶路上用 尽管如此 他还是经常会产生 折回去再喝上一口的念头 五个月后 根据生产建设需要 农场搬迁至陕西 内蒙古交界处的草原腹地 承川小镇 新农场位于定边 安边和静边三线的交界 因此取名为三边牧场 比起山北红土高原 草原上的生活另有特色 第一个冬天非常的艰苦 我们早晨起床 只有一个半小时 我们穿着棉裤和棉夹克 拿起脸盆毛巾和杯子 冲进厨房 那里有一个大锅 装着烧开的水 然后很快回到房间 把冻成木板样的毛巾 放到热水里 等毛巾融化洗脸 洗完脸 我们必须在五分钟内 做完所有需要使用毛巾的事 因为毛巾从水里拿出来 五分钟过后 又会被冻成一块木板 刚到三边牧场的时候 我父母的房子因为紧挨着两仓 老鼠很多 一到晚上 老鼠们就肆意横行 它们爬到炕上 串来串去 最可恶的是 这些老鼠们还时不时地咬一下 它们的大鼻子 我妈一向不喜欢杀生 可这回她决定 必须要教训一下这些老鼠 她和我爸想出一个好主意 在老鼠洞口用棍子 织起一个大箱子 棍子上钻着一根绳 关上灯 当听到老鼠爪子蹭力的时候 它们会猛的一拉绳子 把棍子抽出来 这样一来 刚出动的老鼠 就被箱子压死 用这个办法 我爸妈甚至一次得到七只老鼠 慢慢地 屋子里的老鼠减少了许多 多年以后 曾有人问杨枣和韩春 你们受了那么多罪 当时的条件那么恶劣 可韩春却豪迈地说道 我实在不记得我受过什么罪 或者我不认为我在吃苦受罪 你们也许看到我们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 使着粗制粮食 那是苦难 那你们就错了 这是我的习惯 我才不会在那方面花心思呢 无论是在环瑶堡农剧场 还是在三边牧场 我爸妈发现大家在工作之余 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学习 有些人学习识字 有些人学习机械 还有人学习数学和英语 识字的人把报纸读给不识字聆听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天下大事 民主生活会是每周都要召开的 大家常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领导干部可以批评职工 职工也可以批评干部 批评的内容既深刻又坦诚 在我妈的口述回忆里 曾这样评价三边牧场的同志们 他们的世界不是封闭的 他们思考着人类的未来 而这与博士学位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的视野和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在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根本看不到 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是美国进行原子弹研究 与开发的研究机构 1944年我妈韩春就是在这里参与研究出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 以及后来轰炸日本广岛长期的两枚原子弹 在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 聚集着美国最顶级的专家与学者 可以说是精英的聚集地 可与这些只关注自己的学业 就是作为全世界普通大众的一员 我像回到了家一样 那是一种享受 这一张是我爸看到一潭蓄水 犹如跳皮的孩子脱下衣服在水里 撕一玩耍 这一张是我妈为了庆祝我爸的生日 特地用泥土制作了一块蛋糕 而这一张是我爸拿着缸子 从悬崖缝里接着泉水 当时他们喝着清凉甘甜的山泉水 就像在燕热的夏天 吃着冰淇淋一样心花嫩化 物质的匮乏与幸福的微笑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1995年 我妈在陪我爸住院的时候 根据记忆将三边牧场的景象 用电脑绘制成图画 寄给在美国读书的我 在这张图画里 小溪流水 小兔迷失 小鸟悠闲站在石头上 一派充满同趣的田园生活 可以想见 那时的生活 尽管物质上极度匮乏 但基于我父母的 却是极为丰富的精神享受 同感人心花 与人民政府 人家人民政府 今天整理了 1949年10月1日 北京天安门城楼 随着毛主席这一声宣告 中国彻底结束了一百年来 被侵略被奴役的趋务史 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 成为国家的主人 新中国的成立 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也壮大了世界和平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捂舞着世界被压迫民族 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 直到开国大典结束的二十天后 一辆从延安来的毛利车 带回了一张报纸 头版上大字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父母和农场职工 这才知道这件大事 整个城川城沸腾了起来 这张照片便是我妈 在当天拍下的 城川人民欢庆的画面 尽管晚了二十多天才知道 人们依然欢欣鼓舞 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三边牧场也逐步建设完善 除了日常的养殖生产任务之外 牧场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生产生活上 帮助这里的蒙古族同胞 当时的三边牧场 位处陕西 内蒙古交接处 除了汉族群众 还有许多蒙古族群众 解放以前 一期间商经常在商品交易中 欺骗当地群众 尤其给少数民族群众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让当地群众即便在解放后 还是不敢贸然相信 外来的工作人员 但当地群众起初的不信任 并没有让农场的工作人员气馁 他们认真讨论 想办法帮助当地群众 保护他们自己的文化 传统和习俗 也在生产生活上 主动与当地群众沟通交流 按理说 西方人应该更会制作奶制品 可是在陕北这样的条件下 做奶制品可真难为了我父母 我妈负责奶制品的生产 就要确保它不会太快变质 一开始她按照美国的办法做 但失败了 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向蒙古族邻居请教 她想到了自己的蒙古族好友 嘎拉 嘎拉在制作奶制品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因为她住在农场附近 加上性格爽朗 我妈与她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她给我叫什么种黄油 搁的扛上好多油 她用一个大棍子 大 大 大 十次还差不多 到二十次我都快发了 她说好 休息休息 休息以后 她说我们到外头去 我说好 到外头 我以为我们休息 她开始把我翻 那我都记得到 我都不让她翻 我们两回想办法把那个人翻倒 打了半天 两个倒了以后又倒 所以玩了那样 以后她说好 休息好了 回来又再倒 好 我已经翻了第二次 再翻了又开始打 她这劲儿可打 1984年 韩春和杨枣再次来到三边牧场 与嘎拉等老朋友久别重逢 拥抱 唱歌 跳舞 这一次 她和嘎拉两位不服输的女子 又开始比试起了摔跤 老汗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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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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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北好地坑 小米这个米坑 老汗 老汗 快山坑 山坑 和米药 汤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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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大 啊 怎么还不好 我忘了 哈哈 哈哈 还问两句 我的胆子大 啊 什么都不怕 人子炸弹落下来 我说是大习瓜 好 好 好 然而在三边牧场 一向大胆的韩春 却遭遇了他人生当中 最大的一次危机 因为地处偏僻 城川虽已解放 但石油废话 一天土匪来袭 当地政府考虑到城川小城 距离废幻太近 防守力量薄弱 决定带领群众撤离 可就在撤离前 韩春病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我叫杨枣离开 不要管我 否则我会拖累大家 很奇怪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选择参加革命队伍 现在我就是 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那么我就要做好 时刻牺牲的准备 而我也确实做好了 牺牲的准备 这是我妈后来 回忆口述当时情况 她很清楚 带着她这样的病号撤离 势必拖累大家 还没撤离呢 我爸我妈就得病了 得病越来越严重 哎呀体温一直在40多度以上 这个家几乎人都没了 就就就就要绝望了 要绝望了 但是农场呢 坚决不把任何人留下来 就把其他东西都转移了 最后呢 如果撞汉子 把我妈就扛着 我沙漠就是要把她救下来 当时沙漠的风很大 他们迎着风 几乎每走一步 就要后退半步 如同蹒跚的老人 每个人都筋疲力尽 但没有一个人放弃 最终 他们到达撤离预定地点 这时候 汉淳已经高超41度 生命垂危 最后还是农场找了这个 听说有青梅素 是很厉害的 结果在骑马道好几十公里以外 在一个这个 跳到市场里边 找了一个青梅素 然后呢 我爸爸呢 就从来没有这个打过针的 这一次呢 就给我妈打了针 半小时以后 我妈就好了 就开始体温开始下降 差一点就没我了 那时候真是 我妈那时候很绝望的 她就说 参加革命来 这就是你要参加革命的代价 要 她已经是说 天天有命了 结果呢 找农场呢 就找到了这个 青梅素救了她 原来我只想 看看中国的解放区 并没有准备长期住下 可是这里有这么好的人民 有正在进行的壮丽事业 我怎么能走呢 于是我留了下来 凡春 1952年8月 我妈为了生我 来到北京 住在我舅舅寒丁家 这时我妈已经怀孕 八个月了 在北京准备生我的时候 正赶上亚太地区 和平大会召开 宋庆林邀请我妈出席 和其他代表相比 我妈刚从陕北来 穿得很土 有些格格不入 为了让医者显得整齐一些 我妈会在睡觉前把裤子叠好 放在枕头下压一个晚上 就算这样 第二天穿到下午 裤子又变得皱巴巴的 宋庆林的秘书 Taninban 也为我妈的医疗问题着急 她向一位女代表 借来了毛衣 衬衫和外套 我妈才有了 起面的衣服 出席大会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 纯粹的科学这样的东西 科学的意义 是在于能够服务于人类 只因为迄今为止 她有助于创造一个丰富 而美丽的世界 在大会上 我妈所做的那份简短声明 像炸弹一样 在美国炸开了 当时美国正处在 麦卡锡主义的年代 1950年至1954年 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 为代表的美国极右势力 煽动民众 掀起大规模的 反共浪潮 数以万计的美国人 被指控为共产党人 或同情共产党者 遭到调查询问 约有1.2万人 因此失去工作 6000多名美国共产党人 被逮捕甚至失踪 这一时期 被称为美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事情 不祥的敲门声 在韩春的亲人 和当年同事的门上 此起彼伏 不断有人前来盘问 有人监督 有好多材料 他们监督 他们水 我母亲好叫他 吃的 哪里 什么时候走了 什么时候来了 都有 以美国真相杂志为首的 美国媒体 刊登 逃跑的原子间谍文章 把韩春的故事描述为 红色威胁 指责他 出卖国家原子弹研究机密 侵害美国利益 他说 他当然了不太高兴了 他说我一直在一个农场 我是什么叫中国搞这个 中国第一个原子弹 中国人民自己会搞这个 他不需要我 我的帮助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 新疆罗布泊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事爆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自己研发出来的科学成果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天报道 周恩来总理 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喜讯 人民日报也发出号外 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 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第二天 人民日报头版 除刊登这则消息外 还同时刊登了中国政府 对于核武器立场的声明 主要包含三条 一 中国发展核武器 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 二 中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三 中国将紧力促进全面禁止 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实现 受到世界媒体的关注 就如同那本名为真相 但却满天谣言的美国杂志一样 此时 美国媒体似乎抓到有力把柄 再次将韩春推道 舆论浪尖 甚至毫无依据地写道 韩春乘坐私人飞机 往返于陕北和北京 主要原因就是他参与了 中国的原子弹建设 并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一位美国自己的科学家 跑到了红色中国 而且他将他自己完全出卖了 关于美国媒体的这些虚假报道 和莫须有的指责 我妈是多年之后才知道的 他在亚太和平大会上 做完报告 想的是生完我就回陕北 继续投入到农场的工作中去 那是在亚太和平大会上 我当然有一个大胃 大家一起出现 孙秦铃在外出 我跟她走过来 她说你怎么叫你儿子 我说我没有知道 有些人推荐他 叫他金 因为韩国战争 然后她说 你为什么叫他 平安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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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 杨和平 除了我之外 我们这一代人 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和平 和平这个名字可以说 是寄托了那个时代 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1953年下 韩春和杨枣 告别热情的牧民和可爱的草原 被调往西安市郊的国营草摊农场工作 韩春没有想到 一年前 她挺着大肚子离开草原 竟是最后一别 在草探农场工作的头几年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贝利和第三个孩子 是凯倫相继出生 贝利出生时 全国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因此她的中文名叫建平 予以建设和平之意 而凯倫出生时 则赶上中国人民 声援埃及人民 捍卫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胜利 因此中文名取名为吉平 借以祈祷埃及和平之意 我爸妈就是这样 他们不禁埋头于生产建设 更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与政治斗争 为人类的解放事业 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他们毕生的事业 也是他们坚守信仰的基本表现 1958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草滩农场也提出了全年不坏一斤奶的口号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妈和同事们一起 借尽全力对积奶冷却储藏各个环节 进行了改造 可是偶尔还是会有坏奶的情况发生 当时的制冷设备比较简陋 需要人工操作 我妈觉得只要工人们按照规定程序来 一定不会出现变质情况 而牛奶之所以变质 肯定是因为他们工作不认真 农场就牛奶变质情况召开大会 让大家公开讨论 在这次大会上韩春才得知 工人们既要照看调整制冷设备 又要搬运奶罐 分身乏术根本忙不过来 为了不让牛奶变质 工人们几天几夜不回家守在奶站 散了会 韩春走在雨中 独自反思 我在牛奶和科技世界里 很快就能弄明白的事情 但为什么会看不到另外一个世界 人的世界 原因就是 我没有把工人们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 只把他们看作机器 看作避免牛奶变质的工具 奶牛是人喂出来的 机器是人制造的 纯粹的科学如果不考虑人的作用 那科学还有什么意义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 我妈一直都把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事事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 作为自己的作用名 即便他们后来以专家的身份被调往北京 也坚持不住专家楼 不坐小轿车 要求衣食住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我给你说他是一个真的革命者 韩春养造两个人 一个地方那个苏联转家住的 他又没上教 我说我要没上教 我觉得我两年没见过一个 他不认我去 他说那不是我们吃 我们是革命者 这个就是那个苏联转家要吃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去买了 所以他这个慢慢地慢慢地叫 他说中国人没有上教 我们也不要去上教 她是一个 典型的知识人 无产阶级的知识人 该叫过来 我父母之间用英文 孩子们都用中文 然后我父母想教我们英文 尤其我是特别地处 从小反对学英文 我老了六二年来 待了有一年不到一年吧 他没事干 找着要抓着我要去教我学英文 然后还跟学校商量了 每天早上我迟到学校一小时 专门陪着我姥姥学英文 但是呢 我姥姥是一句中文不会 我是英文一句不懂 我们俩没法骨通 哎呀这个 一年下来我什么都不记得 他回到美国去 他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孩子 在西安草滩农场 杨枣和寒春留下的大多是 忙碌工作的身影 卡梅利他的到来 除了给杨和平 带来学习英文的痛苦之外 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 难得的休闲时光 这个我姥姥是秋天 六二年秋天来的我记得 那么到春天春暖花开了 然后呢这个我父母要带着 我姥姥去上桃园 我们这农场有个桃园 然后就到桃园 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 到桃园那边 哎呀那漂亮那真是漂亮 我母亲是从来不喜欢打扮的 然后我爸爸呢有一天那时候 就拿着一个桃花塞到我妈的头里边 给他捉弄他 然后呢就是 他们我们其实挺会玩的 就是我们这个 是工作起来特别投入 玩起来玩得非常疯 他们一直就是像个顽童似的 就是喜欢打打闹闹 喜欢开玩笑 就发现生活里边有无穷的乐趣 1966年春 杨枣和寒春被调往北京 从事文职工作 但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心心念念的 是回到大西北 回到农业 特别是奶牛厂工作 他说你调到新疆去 你调到内蒙去 我们都更高兴 终于给他们安排到南郊农场 北京南郊农场 那时候说是叫红星旅号公社 红星公社 他说红星公社 就是一个扔石头 能扔到的地方 说天门广场 你扔个石头 就能扔到红星了 当然那是夸张了 也就是说七个半小时 只能一小时 只能到的地方 他其实挺失望的 但是比起来在城里边 做文职无聊的东西 他是高兴死了 那时候一调农场 那就是完全情绪 什么全变了 两个人是每天又忙起来的 重归生产一线的杨枣寒春 一头扎进农具改进和技术革新之中 寒春先后设计出 轻似收割机 集奶机 使公社进入机械化操作阶段 随后为建设先进师范奶牛厂 杨枣寒春 呕心沥血 他们主导的牛奶厂 成套设备研制 牛厂设计和中间试验项目成果 被农业部授予国际合作奖 寒春设计的卧室直接冷却奶罐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更是填补国内空白 除了机械制造 利用胚胎一直改良奶牛品种 也一直是两人的心愿 1977年 我妈应邀赴美循环养眼 访美结束后 正准备坐飞机回北京时 没想到遇到了个大麻烦 闹出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罐子而已 你猜它里边装的是什么 这是一罐用液态蛋保存的公牛精液 怎么回事呢 原来我妈花了一大笔钱 从美国和加拿大购买了一批 优等公牛精液 放在液态罐里边保存 她准备带回中国后 改良农场的牛群 可准备登机时 她却被告知 机长拒绝她携带这罐液体登机 我妈向机长说明 为什么要携带这一罐公牛精液 和液态蛋的无害性 并强调了 这罐公牛精液 对于中国奶牛事业的重要性 在我妈的一再坚持下 机长终于妥协同意她登机 通过胚胎移植技术 杨枣寒春培育出一批又一批 油脂公牛和母牛 其中公牛也成为全国许多种公牛站 养殖公牛的首选 而每头母牛平均年产奶量 从1985年的5吨 增长到1988年的9吨 这个是北京昌平沙河 东北方向的农集实验站 叫小王庄 他们是从北京南郊 从过去叫洪兴公社 后来的南郊农场 从那调到这边来的 但是真正建厂从82年开始的 我母亲和父亲的分工 比较明确 我母亲专门搞牛厂的设计 机器的设计 整个凡是和物理有关系 都是她那边的 甚至和物理没关系的 比如配胎移植她也管 我父亲是专门是养牛配种 因为他是方面专家 就是他要知道 哪个公牛和哪个母牛配 将来的后代容易是高产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 最主要是他们在这搞了一个 算最早的一个全盘机械化的 这个机械化不光是鸡奶 这个味料 青丝牛粪 各行的基本全部机械化了 因为他们老是想着中国要要富起来 必须实现机械化 所以这个在八十年代 已经在全国恐怕算数一数二的 他们刚建牛厂的时候 只能买到被别的牛厂淘汰的牛 但是经过来美国的这个公牛经验 或者搞胚胎移植 他们短短几年变成了北京市 就是单无产最高的一个牛群 每一天杨枣和寒春都会去牛厂了解生产情况 不管走到哪儿 他们都带着笔记本 一边走一边记一边问 看一箱一箱的 这是都是他们的工作笔记 就是牛群的这些 这个呢 你看它每个牛啊 都有这个正面是什么 左边右边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 对啊 就因为它牛它是黑白花牛嘛 每个牛的那个图案都不一样 这是它的妈妈的编号 对 它爸爸的编号 然后它出生年月日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一个普希 一个身份证 对吧 是档案 每一个牛都有自己的档案 你呢 就是为什么要画这样 哎呦 那就跟人一样 就你得知道他父母是谁 你才知道他的基因是什么 他这样的话 他这个 比如说是哪个母亲呢 他的后代是什么样 哪个父亲他的后代是什么样 你才知道将来怎么去 跟哪个跟哪个配 然后他对那个牛群的改良 特别重要 啊 这边呢 还有呢 呃 你看这这一摞 这是我爸的杰作 你看他这个里边 呃 从哪一年对吧 八 从八八年开始的 嗯 然后呢这个每个牛呢 他都有一个 呃 你看 这是牛号 哦 这是牛 然后呢 跟你牛号呢 他这是哪一年 一月 一月到十二月 他自己做的本 然后我都不会认识 这有配种的检验 呃 看看对不对 生下牛 生下的公牛 生下的母牛 你看 每次到农场 嗯 都是揣着这个 嗯 找到这儿 找到是那头 啊 那头 然后啊 就这样子的 啊 所以这 每次去了 你看这一本一本 对吧 一本一本的 你看这是早期的 这是中期的 这是最后那几天的 然后这笔记 你看这从五七年到六 啊 从五七年到六 啊 不 从更早了 更早了 对 那就是你看这两个都是 我妈的笔记呢 呃 一般是机械上的 设计上的多 我我爸的笔记呢 全是牛 啊 哈哈 有两个非常明确的分工啊 杨枣寒春 常常把自己多年来研究的 课题成果和资料 无偿地提供给其他外来单位 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 可在他们看来 这些课题成果 都是国家提供的经费研究得来的 理应让全国奶牛厂 免费用上这些先进成果 这个 这个 哎呦 你看看 哎呀 可是我这里没有奶 什么的 嗯 没有奶 嗯 这个都是球 不是奶 嗯 哈哈 嘿嘿 嘿嘿 每次在牛厂 杨枣和寒春 都会和小牛说说话 老两口爱牛如此 在奶牛的养殖上 兢兢业业 而牛群回报的 则是优质的乳汁和常年的高产 每天吃完晚饭 两人总是习惯性地坐在一起读报纸 有时候也念毛主席的著作 这间不大的屋子 既是他们的卧室 也是他们的办公室 一住 就是几十年 屋子的墙上 始终挂着毛泽东补席的照片 就是小牛的子 送她的赚 xxx 17年车去燕安以前 有一天晚上毛主席就在嘴 請这个什么 这个 燕安的些外边 在嘴 做一顿饭 也摊了一次话 但是也是挺有意思 有一天 下午大概是三四点 有个吉普车到光荡农场 帮我接过来 我也不知道是走到哪 我一会儿这个联系拉朱熙就来了 朱熙就这么转一圈 这个握我手 现在这个就开始谈话 我们都是想朱熙说 听朱熙的话 他就是问人家 问你这个问你那个 说我是个美国的农民 他就问了两句我答不上 自大来到中国 杨枣和寒春 一直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关怀 1966年 杨枣和寒春 作为外国专家 调到北京工作 然而全家人每天上下班 上下学 都是专车接送 对于这种特殊的外宾级别待遇 他们感到很不适应 于是杨枣和寒春 写信给外国专家局 要求和中国普通百姓 同等待遇 对于这封言辞恳切 但态度有极其坚决的信件 外国专家局高度重视 特别上报中央 而当这件事 最终被毛泽东知晓后 主席是这样辟示的 外国革命专家及孩子 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 不需两样 请你们讨论一下 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 如何请着定 1971年 韩春的哥哥韩丁来到中国 韩丁一家三口与杨枣韩春 先后五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总理向他们讲中国革命 以及社会主义建设 正是这些谈话 坚定了杨枣和韩春 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1975年 韩春母亲得到周总理的邀请 来华访问 期间不幸中风 得知这一消息 周总理特派上海 无锡专家 以及北京的外国医生 马海德组成医疗队 对韩丁的母亲进行救治 将其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事后 杨枣和韩丁回忆到 我们在周总理那里 感受到的是温暖 是原则 周恩来是一位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的伟大之处 在于是完全忠诚的 没有个人利益 是全心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 他真是对当时的毛主席 对共产党那是佩服独体的 2003年 杨枣肺部严重感染 抢救无效离世 享年85岁 生前立遗嘱 死后不举办任何活动 骨灰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 到火葬场的时候 我们要求买个骨灰盒 老韩的意思 让我告诉 给他骨灰捧回来就行了 要买到牛场 我说你手怎么捧啊 老韩说你得底下捡一个塑料袋 让我们捡这个塑料袋 我们没答应他的要求的情况下 后来老韩非常生气 要求说是太浪费了 我们给他买了个骨灰盒 买了全八包塑最便宜的骨灰盒 对 我买的 多少钱 200多块300块钱 我们放到八条塑的一个群中的公墓里 并没有特殊 放到群中 老韩一知道之后 马上让我们拿回来 因为撑到公墓里头要放钱 你要对活的人而奋斗 不要对死的人而奋斗 2010年6月18日 韩春因腹部剧痛 入住协和医院 经多方抢救无望 于事长辞 享年90岁 按照韩春遗嘱 死后也不搞追悼会 但杨枣韩春生前好友 和奶牛场的干部群众 都要求举办活动 以表达对两位老人的敬仰 和缅怀之情 我父母他们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 他们都是全面的情报 通过整个社会的建设 他们自己也就得到幸福 得到安慰 得到回报的 谢谢大家 山北是杨枣寒春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 他们确立了为解放全人类 而奋斗的人生观 杨和平与弟妹三人经过商议 决定把父母的骨灰 洒在山北和内蒙古交界处的 广袜的草原上 直到今天 依然有人常来北京小王庄农场 来看一看杨枣 寒春居住过的平房 以及他们付出新血的牛奶厂 缅怀这一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聆听历史的回音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